今天我的美丽乡村设置组 来到了海南省穷中 梨族苗族自制县的扎寒村 看 我前面的这一座大山 就是海南岛最长的山岭 梨姆山 扎寒村就坐落在 梨姆山山地的深处 是一个梨族苗族 世世代代共同居住的小山村 从海口前往扎寒 还是有段路程 虽然说这个小山村 没有三亚博鳌那么大的名气 但是它已经拥有了 最美中国乡村 中国最美乡愁旅游村寨等 一张张亮闪闪的名片 捧着旅游这个金饭碗 扎寒村民的人均收入 从2009年的不足1000元 增长到去年 已经是超过了18000元 是海南省生态旅游脱贫致富的成功变形 扎寒值得我们期待 这里就是扎寒村 全村有108户人家 全都是梨族苗族的同胞 你看啊 这个字它不读石 读扎 是梨语田地的意思 扎寒嘛 顾名思义就是贫寒的土地 听起来好像很寒酸哦 但是你看 我们眼前却是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 扎寒 漫山遍野长满了棕缕 芭蕉 冰榔 山间的平地是农民开垦的稻田 房前屋后 是各种我们叫不上名字的蔬菜和水果 即使是我以前品尝过的青芒果 当地人也有不一样的吃法 这个怎么吃啊 那个菌汁 蘸那个辣椒 蘸辣椒是吧 我就是 沾上了盐以后 就是很多辣椒 蘸的那个盐 嗯 怎么这样 还可以 没有那么酸 但是很好吃 有点很磨性的感觉 会上瘾 在扎寒村中心 有一棵参天大树 像一尊守护神 守卫者 扎寒的农舍 扎寒村的环境真的特别好 就是村子里面百年以上的果树真的是随处可见 看 我身后 这棵就是千年的荔枝树 当地人告诉我呀 它需要七个人才能抱住它的树干 可想而知它有多大了吧 这次有点遗憾 没能尝到它的果实 下一次我一定要专门来尝一尝这千年的荔枝树它的果实到底是什么味道 在扎寒 像这样的古树比比皆是 这些大树守卫着扎寒这个偏远的山寨 也守卫着扎寒的村民 村民们也把古树当成有灵性的生命 细心地呵护着它们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茂密的山林 丰富的植被 独特的物产 淳朴的民风 这些年 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 总尽扎寒 感受扎寒 我们今天来到村子里面呢 刚好就碰上了这个下雨天 现在我在的这条路道呢 就是咱们村子的主路道 但是因为今天下雨嘛 所以没有什么人 你别说啊 这雨下着 然后前面这个有点灰蒙蒙的 全部都是雾嘛 因为这海拔有点高 就感觉好像误入了仙境 没走几步 我们就能发现一家农家乐 还有很多销售当地特产的山货店 蜂蜜 灵芝 蘑菇 中药材 是这些山货店的主打 看到这三个字了吗 风格内 这是离族化的发音 汉语的意思呢 就是欢迎您 最美中国乡村 扎寒 欢迎大家 在村里的街道两边 还有很多民宿客栈 很多制作销售 离井苗秀的店铺 整个村寨 家家户户 或多或少都做着旅游生意 这个身处大山里的小村寨 是怎么开始吃上旅游这碗饭的呢 刚刚几个村民跟我说 要想听三韩村的故事 最好就是去找我们的老书记 他叫李文静 就在咱们村的中间呢 开了一家农家乐 叫做扎寒饭店 时节已经接近冬至 老书记在忙着熬甘蔗汁 准备制作苗族的冬至瓷吧 我帮着打下手 老书记和我不紧不慢地聊着 他的老伴不怎么会说汉语 在一边绣着苗族妇女同事的花边 他现在在绣的是帽子吗 这个是帽子 要绣多久啊 一个帽子 他说几个月 几个月 绣一个帽子几个月 发寒村的故事说来话长 老书记回想起他年轻的时候 村民主要靠打猎和养牛为生计 过着自给自足的小日子 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 为了维持生态保护环境 海南省开始全面净猎 风山御林 扎寒村猎人的猎枪被收缴 山林中放牧养牛的区域 也被大大压缩 为了寻找新的产业 扎寒人摸着石头过河 开始尝试发展旅游业 什么时候想要发展旅游了呢 从12年前 发展旅游以后 对我们挺大改变的 对 挺大改变 政府来培训嘛 经过好多趟啊 搞民宿的管理啊 包括搞饭店的 好像煮菜煮什么啊 图丝啊你煮菜 什么人家有些肥腥的 竹棚里飘着甘蔗的香甜 老书记回忆着 扎寒的故事 我手里搅动着 热腾腾的甘蔗汁 甘蔗自己 已经成了扎寒人的一员 享受着山林之间的 淳朴和年纪 山林后期本来吸引一些 有喜事儿就嘛 对 这放鞭炮是有喜事儿了 正在这时候村里响起一阵 响亮的鞭炮声 原来今天扎寒村 有一家苗族村民的女儿 要出嫁了 恭喜啊 恭喜恭喜 新娘家的院子不大 摆满了圆桌 新娘家的亲朋好友 408社都赶来祝贺 新娘子好漂亮 那个就是咱们新娘 咱们这边就是要吃流水席的 是吗 对对对 可能会闹我一下 会捏你啊 干嘛干嘛之类的 就是一种祝福 它捏你越严重的话 就是越着闹 是吧 因为你越严重 就是对你最好的祝福 对对对 你感受到我对你的祝福了 前来贺喜的女客人 都穿着色彩艳丽的 苗族传统服饰 送女儿抽嫁 苗家人有一套 特殊的婚庆习俗 衣服不一样 新娘的这两个边 年轻的这个要最多一点 是吧 对 这个是老人 然后新娘的是帽子不一样 新娘的两个 最复杂 还有个这个 男的眼睛 怎么我好像成了新娘呢 吃菜啊 恭喜啊 吃菜就是恭喜 来 老师 此刻的新娘正努力掩饰着焦急的神色 等待着从海口远道赶来接亲的新郎 因为新郎啊 是海口的汉族 所以呢 新娘在当地穿上苗族服饰举办婚礼之后呢 就换上了汉族的服装 等待着他新郎的到来 应该是妈妈喂吧 切架了还要撒个酒 就想喂个鸡蛋 哎 好多人的老师 哇 来了 又能抢新娘的了 你不是谁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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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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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车接走的新娘 新娘家的喜宴却刚刚进入高潮 客人们向我介绍了一位扎含名人 他就是当年李母山有名的猎人 百步穿扬的手拟手李正复 你好 来的 李大哥 李大哥 你好 你也爱出小型吗 对 我之前就听说您会射弩是吗 对 我是射弩教练 射弩教练 我当然会射弩而且还会自弩 那我村里就您一个人会这个吗 对 在村里面就我一个人会 在海南省里面可能只有几个人这样 差不多十船了 我也想学射弩 你想学你就跟我去学 好 随时随地都可以教你 我拜师了 下午我如约来到扎孩舍弩厂 李大哥 我来学舍弩厂 好 来我教你 首先教你这个药领 比如这个是切口 你先看上面这个厂 然后前面就是准青 就凸出来的这个 对 凸出来的这个 就是 在射弩厂 远道而来的游客 个个都对射弩兴致勃勃 李正复手把手指点着客人 俨然成了一个八面威风的教头 拉拉拉 拉 再拉 这个比拿几十斤的东西还累 看到没有 在哪里 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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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黄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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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已经九番了 哎呀 厉害吗 厉害 明星书大头 厉害 明星书大头 每当有游客射中靶心 欢呼雀跃 李正复也跟着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那个时候到山上去 就是射什么样的哪些动物 鹿 黄金 山猪 狐狸 黄金是 黄金是山羊 就跟羊羊那么大了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咱们就不狩猎了 是不是那个时候风山御林了 对 对 后来已经风山了 我也当了护林员 我也当了保护员 保护动物 保护森林 现在弩是不能利用了 而且现在国家体育种级 国家民物也列入体育项目来比赛 我就从第六届 全国少数民族全统体育的会 一起参加到第十届 村民们说起这位好猎手 各个都竖起大拇指 但是李正复却并不太愿意 回忆当年打猎的过往 他显然更满意李教练这个称呼 我跟随着他走进他家的正屋 才真正对这位扎寒名人刮目相看 这些是在宁夏 陕西 我的弟员 我的女儿 我的儿子都有 可是餐菜就四个小孩 在省里面是拿地的 哇 太厉害了 但是怎么会想到让小孩都学这个呢 因为我就觉得 这是我们苗族的一种文化了 吃船觉得可惜 2006年 海南省成立摄弩队 代表全省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 李正复这位李母山的神弩手 成了主力选手 之后 他又作为省摄弩队的教练 把自己的四个儿子 女儿 都培养成省队选手 在连续五届少数民族运动会上 李家两代人把一块块奖牌收入囊中 真正地成了从李母山走出去的苗寨明星 现在我们国家就列入少数民族传统 运动会的项目拿来比赛 我已经满足了 我们苗族还能保留我们以前 祖先遗留下来的东西 让我们的后代人看到 我就心满意足了 是一般怒 如果每天做的话 不要用一个清洗这样吗 像您刚刚说了 这村子里边就您一个人做这个了 对 但早些年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会的 早些年是每家每户都有 那怎么到现在大家就不做这个了呢 你又不能打烈 烈不保护了 现在又不上这个了 对 现在我做就只能坐来放在家里面欣赏 让我们的后一代 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苗族的弩 当年李正复手里的弩 是苗家人打猎谋生的武器 今天却成了扎寒生态旅游的一个 最有特色的体验项目 也成为向外界展示苗家传统文化的 一个工艺品 而李正复呢 他从一个靠山吃山的苗家猎人 变成了一个靠生态旅产业致富的新农人 一个向外界自豪地展示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苗家形象大使 第二天天一亮 老书记如约带着我们去采摘野菜 三韩村呢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 还有它独有的生态资源 所以这里有很多的特产 很多之前我根本没有听说过 现在呢 我就要跟书记一块去找一找野菜 书记 咱们这边有什么野菜啊 我们这里野菜挺多 百花菜 沟沟菜 野生空间菜 很容易找到吗 可以容易找到 就路边都有 路边都有 人家这叫革命菜的 革命菜 为什么它有革命两个鸡革命菜 以前抗云战争的时候 人家又拿来做饭做菜 是这样 这个吃的有味道 这个它味道比较浓一点 喜欢纹丸和手串的朋友 对海南黄花梨肯定不陌生 这么珍贵的木材 在我们的扎寒村 看 真的是随处可见 书记 这边全都是吗 全部都是 那后面也是 后面也是 那像这个 这样的树已经种了多久 我们种了 这个是种了十多年了 二十多三十年 我们就采爬了 是国家保护的 我们要割 要采爬的时候 要经过政府 搞那个采爬证 才能够砍出卖 可是如果大了 有二十多三十公分 那是卖的 一般都是卖 好多万块钱 好多万块钱 反正就是挺贵 时近中午 我们回到老书记家的 农家乐 寻着扑鼻而来的香气 我走进厨房 厨师今天的主打菜 是红烧五角猪 那为什么叫五角猪 就是说 它那个嘴巴 就像拱那个泥巴 然后我们这样路过 一看过这边 我以为有五个角 光看地下有五个角 这个是一个 我刚想说 看我的手法怎么样 厨师在一个大大的 波及上铺上芭蕉叶 然后摆上 我和老书记 亲手采摘的 勾勾菜 革命菜 芭蕉星 一桌丰富的苗家 波及宴上桌了 这个就是 网红打卡点 这个叫做波及宴 出去给我介绍一下 我刚刚在做菜的时候 发现 除了这个鸡肉 牛肉 其他的菜 我真的是 第一次听说 在这边 我们摘的菜是 勾勾菜是 勾勾菜是这个 它主要是吃它的口感 好吃 其他地方都吃不到的 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 那个是叫做 芭蕉花 人家也叫做 芭蕉蕉 但这也是野生的 野生的 基本上很多都来自于 我们这个 大韩山的山上 现在我们要去认识 几位 梨族苗族90后 他们合伙 办起了一家 云部农民合作社 社员们 有的做 雨林探险向导 有的为游客表演 梨苗歌舞 合作社 唱起了 扎寒旅游的重头戏 挑头的苗族小歌 叫李欧 他带着一波 北京和海口 的游客 正要上山去 雨林 徒步探秘 然后要进山以后 我们这个生活垃圾 我们就不要乱丢 去了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垃圾 带回来 好 行 那我们就出发了 走 我们这一趟 全大概有多长的路程 这个有一公里 多的路程 应该算是这里边 最短的一条路线 对 最短的一条路线 看 快看那边 这 这望过去 觉得好神秘 这条藏在密林深处的山路 然后我们就拿这个叶子来煮水 它以后还可以从这边开花结果的 主要是卖它那个果子 对 卖果子 李欧不断地提醒游客们 要注意保护雨林里的一草一木 这有些植物 就我们就不能乱摘的 包括这个生活垃圾 一定要带好 看得出来 李母山这座母亲山 在他心里的分量很重 还得过一趟小河 过一趟过这里 你过一步地踩过来 小心一点 这条道 到了 高了 就刚刚我们上来那条路 这是我们的准备 我老爸他们也演 他们以前是走这条路去打猎的 走出了这条路线 之前打猎就往这边来 对 都是在山上 以前会就是全部都没有 以前会很光 就是你说在富山玉林之前 这边都光速出的吗 对 那是砍的 我不相信 真的 那时候都是砍山中处的 你看 现在这都看不见 那里面都望不进去 这个真的是最大的变化 我们这里最大的变化 天色渐晚 游客们还在密林中流连忘返 李欧招呼他们赶紧下山 他不住地提醒游客们 晚上 寨子里还要上演 更加精彩的展示 三年六月 三年六餐 三年万楼 交过两空照 随我一来 扎寒村的姑娘小伙 每个个都能够善舞 我现在像一个傻大妞 而且苗族姑娘用一身色彩艳丽的民族服饰 让每个来到沓寒的女孩子都忍不住要体验一下 这家的女孩子都忍不住要体验一下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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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 就叫苗家长洲宴 宴饭的话是我们这边 最高的形式和隆重的礼仪 敬酒银宽对酒高歌 沙寒江湖晚会的高潮 是最有当地特色的 梨族竹竿舞 和其他地方的竹竿舞 有所不同 沙寒村的苗族村民和梨族村民 世叙代代和谐共处 苗族阿妹也熟练地 踩着三块的古典 和梨族大夫一起 再歌再舞 又是一个雾气蒙蒙的清晨 我们走在沙寒村的街巷里 已经是轻车熟路 我们和热情的梨苗村民 已经熟络起来 沙寒它还能给我们 送上什么经验呢 村子里面不仅仅有 少数民族居住的高脚屋 还有村民们用自己老房子 改建的民宿 除了这些 沙寒村还有很多 现代的旅游设施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 房车露营地 刚刚一路走过来 我发现这里 不仅仅有海南当地的房车 还有很多专门 从外地开过来的朋友 像上海 山东 安徽这些地方 看来沙寒村开始火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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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